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概念叫真分数和假分数 请看一下,这边有两个分数 这两个分数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一个叫四分之三,一个叫二分之三 那我们知道,这个分数呢,写在下面的 写在下面,写在这个分号的下面的这个呢 叫做分母 那写在上面的呢,这个呢,就叫做分子 好咯,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是分数的意义 什么叫四分之三,一共四等份 然后呢,占里面的三份,四分之三 好,这是四分之三 那我们画个图来看一下,假设这是一颗披萨 四等份,先把披萨呢,分成四等份 里面的三份叫四分之三 一份,两份,三份 那这个呢,就叫做四分之三的意思 那再来看一下,什么叫二分之三呢 有同学就说了,老师我知道 全部一共两份,他占三份 好咯,他就拿一个披萨过来 然后呢,把它切两份 他说这时候呢,他要三份 然后这一份 两份 三份 那第三份怎么办 没有第三份 我们只有两份,那怎么办 聪明的同学 很清楚 接下来呢,你就 再拿一个披萨过来 再拿一个披萨过来 把它切一半 分成两份 的其中一个 这个叫做二分之三 为什么是二分之三呢 你看哦,都是分成两份 都是把一个披萨分成两份嘛 对不对 这叫二分之一 二分之二 二分之三 所以呢,我们用荧光笔呢 来给大家涂一下 这个呢,就叫做二分之三 就叫二分之三 有些同学说哦 哎,老师你还没讲到 什么是真分数 什么是假分数 好了,这边我要跟大家 说明一下 如果是一个披萨 就可以解决的呢 这个就叫做真分数 所以呢,左边这个四分之三 就是真分数 那右边这个呢 一个披萨没办法解决 要拿第二个披萨出来 或第三个披萨出来的 就叫做假分数 好 左边这个叫真分数 右边叫做假分数 那它还有一个重点 眼尖的同学 可以马上看得出来 哎,有发现吗 如果分母比较大 分母比分子大 就是真分数 那如果分母比较小 分母比分子小 就是假分数 好了,我们这边再整理一下 分母比分子大的 这个呢,叫做真分数 一个披萨就能解决的真分数 那分母比分子小的 就分母比较小的这种 这个叫做假分数 一个披萨没有办法解决 它必须要拿第二个披萨出来 才可以解决的 这个叫假分数 好了,那这个概念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还有这样 请客 在这里 请客 请客 请客